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永远都在追求显年轻的大老天儿 那今天这期的主题呢 是一年一度的空瓶季嘛 任务还挺重的 我刚说了下 一共有接近30个产品 对于其他播主来说可能没什么 但是像我这种 废话这么多 这么爱讲的人呢 就不一样了 先说一下 因为今天的空瓶 大部分都是我之前在视频里面 就有给你们介绍过的 因为都空瓶了 所以产品的那个质地展示啊 还有使用的镜头啊 大部分我都是用的之前的视频里面的 好那就让我们满怀期待的开始吧 我今天真美 那先来说一个 在之前视频里面没有说过的产品吧 就是这个 敷清密药水洋酸面膜 干敏皮 以及不长痘的同志 请直接略过看下一个产品 它是一个还挺有名的 医美护肤品牌 它家最早是给医院皮肤科 辅助治疗 挫疮啊 皮炎湿疹啊 那些就皮肤病的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 就是2%的水洋酸 水洋酸大家都很熟悉嘛 对吧 就是针对痘痘肌 去痘啊 去闭口 还有疏通毛孔 以及消炎的作用 所以我刚才说 干敏皮不长痘的人士 完全不用考虑它的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 下来下来下来 它的质地啊 我告诉你们 跟芦荟胶特别像 它的使用方法就是 它既可以全脸涂 也可以局固涂 然后根据你的耐受情况 大概10到30分钟 把它洗掉 我跟你们说 洗掉之后 那个脸巨嫩 就是摸着 你就想再浮一次 你知道吗 然后毛孔也会变得更小 就是它会有一点点 类似于刷酸的原理吧 但是有的人 可能一开始用的时候 还不太耐受 所以呢 你们可以先少涂一点 或者是涂局部 建立耐受 等皮肤适应了之后就好了 下面是 美宝莲的眼唇屑 这个也是空了好多瓶了 这个也是双十一必囤的呀 眼唇屑的No.1啊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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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开启我的不惜英语之路了 绝不实验 Vlog记录 来 回到正题 继续说它 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好介绍了 买就对了 谁没有用过美老脸的眼唇屑呢 150毫升 50几块钱 性价比太高了 但是呢 就是我看有人在网上夸他 就是说他 啊 性价比高 那个屑全脸也不心疼 为什么要用眼唇屑 屑全脸 不会长臂口吗 因为我确实看到有人说 用眼唇屑屑全脸 长臂口 所以安全几件 保险几件 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用眼唇屑 屑全脸 总之像眼唇屑这种 用得多的消耗品 我建议大家用量不要省 不然屑不干净 对皮肤不好 更适得其反 下面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 虽然很小众 但是非常宝藏的美白精华 叫做奥农曼补光灯精华 这个精华太可爱了 你们看 我每次用它的时候心情都很好 奥农曼呢 它是韩国新世界集团旗下的一个 专业做精华的药妆品牌 然后这个精华 我之前还是在Inst上被种草的 首先 我们先来说它的一个附加值 就是它作为一款美白精华 我没有想到它的保湿力竟然很好 我是特意想留着给你们分享的 所以我留了一些在里面 它是这种挤压头的很方便 我挤不出来了吧 别吓我 它是这种乳液的质地 它在皮肤上蛮轻盈的 吸收的还是挺快的 现在皮肤就摸着 就是可保湿的那种感觉了 我之前在秋冬擦一些美白精华 一般都是还要再叠加一层保湿精华 但是我擦这个不用 所以我有时候早上擦完它 后续上妆都会服帖很多 美白体亮效果也很不错 主要成分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美白大佬燕仙胺 我这一瓶我记得是 差不多用到快一半的时候 就能看到点效果了 我化妆的时候就感觉 我嘴角的这个泛黄有改善 我不是在粉底之前 会用紫色遮瑕校正吗 我觉得我现在的用量变少了 因为没有那么黄了 整体的皮肤也比之前要透亮 它就相当于一个美白精华 兼一个保湿精华 还有我们豆豆鸡最关心的 对新生都应的淡化效果也很不错 我到时候后期把我记录的视频 翻给你们看 总之它是一个针对性 很强的功能性精华 而且价格也不算贵 所以我觉得还挺值得推荐给你们的 然后这个系列的精华 特别可爱 它一共有六个系列 也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搭配着叠加使用 其实小红书上推荐最多的是 那个棕色的hold住精华 那一瓶是抗出老的 那个我也挺想尝试的 RNW的去黑头鼻贴 这个其实我已经空了好多盒了 但是都已经扔掉了 这个鼻贴呢 我觉得可以就是给它几个之最 我用过的最温和 服务最周到 最贴心 去黑头鼻贴 分为step1和step2 说下使用方法啊 首先先把step1里面的膜 敷在鼻头上 敷个大概10到15分钟 它的作用是会让你的黑头自己浮出来 再用它这里面的附的棉棒 它的棉棒是双头的 再用它压粉刺的那一头 把浮出来的黑头啊脏东西刮掉 然后它的这个头呢 就是刮的时候 对皮肤没有任何的刺激感 但是你又可以把浮出的那些脏东西 全部都刮下来 直到把那个洞洞填满 并且鼓出来 那个过程非常的有爽感 然后刮干净了之后 再用step2 它是用来收敛毛孔的 把它敷在你刮干净的鼻头上面 它会让你的毛孔重新收缩 并且有很好的镇定舒缓的效果 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服务非常的周到 从开始到结束 到售后一条龙服务 反正我用这个产品这么长时间 毛孔一点都没有变大 黑头也没有变多 所以用完了之后 皮肤还是比较舒服的 接下来是 菲洛加的十全大补面膜 这个面膜 我已经用空好多罐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 去年的空瓶 我就有分享过它了 两个已经空瓶的 菲洛加十全大补面膜 但是今年不一样的是 我终于被爸爸看到了 我觉得我今年真的好幸运 好几样我自己很喜欢的产品 都被爸爸们看到了 好 说下这个面膜 我觉得它最厉害的 也是我自己无限回购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非常的全效 综合评分满分 它可以保湿体量 抗老大纹 还可以收缩毛孔 一罐顶了好几罐 最明显的就是 我平时如果睡眠不够 脸色就会特别差 显得很疲惫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呢 我不懂别人说脸垮了 是一种什么样子 但是我现在深刻地感受到了 然后用它 我一般会敷个15到20分钟 洗掉了之后 脸立刻透两针的不夸张 然后整个皮肤看上去 会有一种更加提拉紧致的感觉 而且一翼两边的毛孔啊 也是肉眼可见的变小 它深度保湿的功能也很好 因为有几次我是敷完它之后 忘记擦护肤品了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脸竟然还是很润很软的 那菲洛加这个品牌 你们应该都知道 它是有自己独立实验室的法国品牌 所以他们家的产品的成分一项很能打的 那这个十全大补面膜的核心成分是NCEF 是菲洛加独有的王牌成分 抗老紧致的效果特别好 除了这个里面还有像熟里多糖啊 透明质酸啊 尿囊素啊 来配合这个成分 所以功效特别全面 不愧是十全大补 好 这一波双11 他们家的优惠太猛了 就是不入都觉得亏了 原价419 双11 379 赠品也非常的豪华 买50毫升 送58毫升 还没完品牌爸爸还给了一张专属优惠券 050文券 只要329就能到手 108毫升 我会放在评论里面 下一个我们来讲 这一次空瓶中为数不多的彩妆之一 就是这个欧莱雅的吸油棒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呢 是我今年应该是6月份吧 跟欧莱雅合作的那一期妆容视频里面开始用的 它是我今年夏天应该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款粉底液了 因为我是一个混油瑕疵皮 而它遮瑕力好 又控油又持妆 所以真的非常对我胃口 口说无凭 今天我们就来表演一个当场卸妆 不是卸全部哈 我把脸上瑕疵最多的这一块卸掉 你们看好明显啊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 哎 又有点出不来了 它里面是这种奶油慕斯的质地 看到没 很顺滑 我把这块重新附上 因为像这种控油持妆利好的粉底液啊 通常成膜成的很快 所以我们拍开的时候呢 要快速一点 后面会有一点接不上 因为我后面是打了修容的 等会我还要再补一下修容 你们看 立刻修补上了 好 这个粉底液在脸上的妆效 就是现在这样雾面哑光 而且这种雾面哑光非常的上镜 我跟你们说 擦了它即使用手机前置自拍 肤感都是好的 然后它的持妆力真的是太太太太太渴了 我终于意识到它为什么空瓶了 又让你省了遮瑕步骤 出门又不用带补妆产品 就很帮你省心省事 然后现在不是到了秋冬 气候变干了吗 它让我更省心了 定妆都不用了 一天都不会脱妆 即使到了晚上出油 也是那种好看的出油 丝毫不影响索菲亚的精致形象 非常推荐给油皮 混油皮 尤其是跟我一样瑕疵多 然后又懒的朋友 这老朋友了哈 我就简单说一下 这个是我唯一用铁皮的一块修容盘 这一盘真的是就是闭眼入就对了 没有什么问题 非常的实用 这边是修容膏 在皮肤上一拍一抹 就能化成粉状 很贴合皮肤 用来进行一个脸部的修容 中间的这个是鼻影粉 然后它的颜色也非常的合适 它比较偏灰一点 所以和我们自然的鼻影的颜色是一样的 这边这个它算是一个哑光的修容 但是它其实不是那种完全哑光的 它有一丢丢的光泽感 所以我觉得很正好 如果是全珠光的高光 你打在鼻梁上就很显毛孔 然后它这个光泽感就很微妙 很接近人的这个脸部自然高光的光泽感 所以用它来打亮鼻梁 提亮额头啊下巴啊这种 你需要让它立体和饱满的地方非常合适 所以这一个是我的私藏 也不是私藏 已经不是私藏了 之前天天在那给人家宣传 是我的就是宝藏产品 不多说了哈 好下一排 好下面是这个和诺的益生菌洗面奶 我发现敲这个空瓶就是特别爽 我今天可能每一样东西都要敲一下 我用的这个呢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卖了 是这个洗面奶之前的一个老包装老款 这个才是现在在卖的 是后来出的一个升级版 我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这个升级版我其实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和诺它其实是韩国的一个 蛮有名气的皮肤护理中心 据说很多明星都去那里做皮肤管理 这个洗面奶呢 我最喜欢它的就是 它非常的温和 因为它是一个纯氨基酸的洁面 市面上有很多那种伪氨基酸洁面 你知道吗 就只要添加了氨基酸 就叫氨基酸洁面 但是这个我看来它的成分表 它里面的氨基酸表活 甚至排在了水的前面 比水的含量还要高 然后它使用起来泡沫也蛮丰富的 在脸上揉搓的时候特别的舒服 完全不会拉眼睛 像如果我要是兜兜破了 用其他的洁面的话 就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痛 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 但是唯独用这个完全不会 反而有一种舒缓的感觉 那清洁力还不错 就是洗完了之后 既不会有甲滑感 也不会有那种像搓盘子一样的 那种干涩感就都没有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那个叫什么 益生菌和益生元 这种成分我在洗面奶里面还是第一次见 也有可能是我见识少 这两个东西呢 我感觉一般是在买酸奶的时候 听的比较多 这两个成分主要是可以 稳定皮肤的微生态 增强皮肤的免疫力的 而且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酒精 香精 皂肌 所以敏感肌和孕妇也是可以用 而且这个超级便宜 所以我觉得它的性价比 真的是贼高 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下面是这个日本YULUKA的小绿瓶 这个应该我之前在视频里面 也没有说过它 我最近特别喜欢用 因为它主打的就是维稳修护 尤其是对于我们 这种容易长痘痘长闭口的 它的质地真的很绝 是这种 非常有流动性的 很清爽的 水状的 用手拍一拍 吸收了 而且在脸上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它成分里面有添加积雪草紫酥 所以它的镇定效果也很好 它是既可以当做基底精华 也可以当做精华 那我一般是在拍完水之后用 尤其是我那种刚把它挤破弄破的兜兜 我一定会擦它 然后我做了下功课 就是它里面有添加这个品牌的 一个独家成分 叫做呼吸酵母 修复力非常的强 尤其是在你皮肤出问题的时候 暴痘啊 敏感 放红啊 它可以快速让你的皮肤镇定下来 长期使用对痘痘闭口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而且对皮肤会有一个调理的作用 所以这个东西我也是比较推荐给皮肤有状况有问题的朋友 像如果你是仙女的皮肤呢 就不要买它了 但是我要说的是这玩意儿它是没有任何的保湿的作用的 它拍在脸上就跟水一样 所以如果你后面还想叠加其他的功效的精华是完全OK的 不会打架 不会搓泥 下面我们来说两个眼霜吧 先是这个正常程序啊 敲一敲打一打 伊利斯尔的这个眼霜 这个眼霜也算是伊利斯尔家的一个明星产品了吧 它就是主打去纹抗皱的 它算是一个功能性蛮强的眼霜 里面的主打成分就是湿黄唇 湿黄唇有的人可能知道 就是公认的最有效的抗皱成分之一 据说很多主打湿黄唇的产品都是那种什么野生的 野生 不是野生啊 野生的 这个是青生的 眼生的湿黄唇 但是它这个里面呢 添加的是唇湿黄唇 我用它的这段时间我的眼门没有加深 因为如果按照我之前的一个眼门增长速度的话 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多的 但是每个人使用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如果你们有去眼门的需求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荐的吧 因为它也算是市面上对去眼门比较有针对性的眼霜了 下面是一个西斯黎的眼霜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西斯黎加的产品 还能微微看得出来 里面的膏体是这种淡黄色的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它附的这个按摩棒 就是还挺有质感的 使用起来很舒服 而且第二天起床用这个消肿的效果也还是有的 我一般是把眼霜拍匀拍开来之后 再用按摩棒这样去按摩 真的很舒服 我发现一个事情 其实我用很多眼霜并没有什么惊为天人 哇这个皱纹就一下被去掉了这种效果 我觉得也不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坚持擦眼霜 还是有它的效果的 因为我之前不是说我想去割眼带吗 然后就还没有割啊 就我这个人脱炎症比较严重 然后我就去医院面诊了这个眼带的事情 医生就说这个眼带分为内切和外切嘛 然后没有眼部皮肤松弛的问题就适合内切 但是你除了眼带 然后你外面的这个眼部的皮肤松弛了的话就适合外切 因为切掉眼带的同时把你的这个皮提拉一下 当时两个医生都看了我的眼睛说我的眼部皮肤没有松弛 说内切就好 我当时就觉得我擦了这么多年的眼霜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下面是这个ZEF的素颜霜 它外面长这样还挺干净的 然后这罐素颜霜真的是已经被我用的完全干净了 啥也不剩了 我第一次给你们介绍它的时候就说过 就是素颜霜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蛮有必要的 因为呢有时候不是说粉底液的色号没用对 而是我们脸和脖子就比方我 我的脸和脖子的颜色它就是不一样 我的脸和脖子比会偏红偏粉一点 那我的脖子呢就是偏黄偏绿一点 对没错你们没有听错 我的皮肤有点发绿 今天我的手就没有涂素颜霜 你看跟我的脸的色差就更大了 其实我如果出门的话我还没有那么精致 但是我要是像录视频或者是拍广告照片的时候 我就会把脖子还有手都涂上素颜霜 就整个人的肤色会更协调更明亮 而且它非常的自然 它涂在皮肤上是没有任何的粉感的 而且它还能透出你血管的颜色 所以就显得非常的通透自然 而不是该了一层粉 然后我必须要诚实的说一个缺点 但是这个缺点是我用过的素颜霜里面的一个通病 就是它们的持久度不是很高 你涂完了之后过个可能两个小时 就慢慢慢慢慢慢就没那么白了 你就需要再补涂 我不知道如果是那种大牌的 这种比较贵的素颜霜 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欢迎弹幕告诉我 它的敲击声音非常的动静 大家猜猜看是什么呢 就是三瓶SK2的神仙水 而且我觉得好神奇 我竟然攒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包装 这边是最普通的包装 然后中间是米奇的合作款 右边的这个也是和漫画家吧的合作款 大家都知道它的核心成分就是那个Petara嘛 可以调节水油平衡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稳定 对肤色暗沉啊毛孔粗 大家都有比较好的调节的作用 我觉得我的T区没有以前那么爱出油了 然后随之毛孔也没有以前那么大 变得比较细一点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呢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就是年纪大一些之后 明显没有年轻时候出油出那么多 我先在这里就是预警一下 说不定再过两年我就变成中性皮 或者是混干了都不一定 然后到时候肯定会有人说 哼大老天为了擦饭 竟然接干皮用的粉底液 我哪天真的变成混干干皮了 我就要把ID改成 大老天你从混油变混干 好就是因为它每次用的时候 要近视化妆棉 这个过程就是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呢我最近比较懒 有一段时间没有用了 但是还是比较推荐油皮混油的朋友 尝试一下的 这个也是老朋友了 日本的这个蛇毒眼膜 这个我从17年就有开始用了 你们应该也记得 它的性价比对于我来说还是蛮高的 因为我毕竟年纪在这儿了 就是眼部是最先衰老的嘛 我也不太可能用那种几块钱一对的 平价眼膜了 它里面的那个眼膜膜布很大一片 所以在眼睛上面很服帖 不会像那种果冻质地的眼膜 那种就会比较容易滑 但是这个完全不会滑 而且它很大 它不仅能敷到眼下 还能敷到眼睛后面 就是我以前也说过 这个地方很容易产生那种放射性的眼纹 还能敷到这里 就非常的周到 然后它里面的眼膜的那个精华液特别的充足 即使用到最后一片 也完全跟你用第一片是一样的 都是充满着精华液 然后它的急救效果也很明显 把它取下来的那一瞬间 肝纹基本就是看不见的状态 很平整 但是你要说永久性的效果 我前面也说了 已经形成的皱纹是不可逆的 除非你去打针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太去在意一些 符合你年纪的细纹或者是皱纹 我觉得有时候那个东西其实是不难看的 反而如果你打针没打好 把脸打僵了的话 那种才难看 所以我觉得我们既要应对好 预防好皱纹衰老 但是也要做好迎接皱纹和衰老的准备 我这不是种草视频吗 为什么成了心灵鸡汤呢 然后还有 因为它精华液很充足 所以敷完了之后 你还可以敷敷法令纹 敷敷颈纹 都是没有问题的 本人此生买过的最贵的护肤单品 Laparia的精华 先把价格说出来下下你们吧 一万多 而且它只有20毫升 看上去是一个这种圆柱型对不对 但是它里面的容量是这个尖尖 对哦 没错 它里面有精华液的部分 只有我手指指的这一圈三角形的部分 真的就只有一点点 然后我说它这个精华的名字啊 它的名字叫做 珍爱薄金尊崇夜间精华 俗称一夜回春精华 哦 我想起来了 我当时在专柜就是被Sales说的这个话而动心的 他说这个叫做一夜回春精华 就是你每天晚上用一滴 你第二天就能一夜回春 我的天哪 就是你听到这个话就是一万多 就是五万也得买啊 我刚才就是很浮夸的眼泪一堆 不是为了吐槽它 它的作用还是有的 就是用完了之后呢 第二天脸比较的年轻 紧致 饱满 确实是有效果的 你们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贵吗 因为它里面是含有稀有成分 盛钛和薄金 我虽然没有拥有薄金包 但是我拥有薄金精华水啊 但是我觉得没有到一万多二十毫升 只能用一个月的这种 就是性价比太低太低了 下面这个呢 是她的姐妹 跟她一个系列的薄金精华水 然后这个精华水呢 它用起来是比较营养的那种 就不是那种像矿泉水一样的质地啊 就比较浓的精华水 用它那段时间 我觉得皮肤的通透度和透亮感 真的还蛮好的 如果你有预算的话 这个东西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它没有像它那样贵到那么离谱 这个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就是贵到 已经抛出想象力了 你知道吗 这个我觉得就是还好 但是我必须要吐槽一个点 就是这么贵的护肤品 它里面的这个头啊 它竟然脱漆 刚买来的时候 它还没有被这个化妆水腐蚀之前 你以为这个东西是金属的 你会觉得 哇好高级哦 金属的 好有质感哦 但其实 它上面只是涂了一层银色的漆而已 而且我用到可能三分之二的时候 它这里就开始掉了脱落了 看到没 好恶心啊 就是你几百块钱的东西 你这样就算了 你这几千块钱的水 你竟然脱漆 第一次脱的时候 我看 有这个银色的亮亮的东西 我还说 哎呦 是薄金吗 结果发现是脱漆了 也是之前 已经给你们安利过的 奥达式的兰花油 这个是之前 我店铺上新这个产品的时候 给你们安利的 为什么它不火 是营销做的还不够多吗 是宣传做的还不够到位吗 这个东西是我真心喜欢的 我当时那个上新视频 就是给你们安利过它了之后呢 我觉得以我这个百万博主的影响力 卖出去个一两千 两三千瓶不是问题吧 结果销量只 只只有一两百好像 我以为我能感染到很多人 但是没有想到 我高过了自己的带货力 好吧 这一次趁它用空瓶了 我在空瓶机里面 还是要说一次 它虽然叫兰花油 但是它完全不油 它里面是水油分离的质地 然后你把它挤出来之后 是那种油包水的一个质地 你把它抹开的 那一瞬间它油和水就混合在一起了 并且在手上化开 融开的时候是水的质感更多 而不是油的质感更多 它在皮肤上真的是瞬间吸收 吸收了之后 它把那个营养 以及它的水分油分 全部都补到你的皮肤里面去了 你的皮肤就是深深地吃进去了 表面上完全无负担 因为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 那个V3大白蓝 它擦在脸上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皮肤变得很嫩很软 然后长期用下来呢就觉得皮肤的免郁力真的会有提高 而且我之前也说过嘛 就是很多产品啊 我会在微博和小红书搜素人po 清一色的全部都是好评 所以这个宝藏我求求你们真的要试一下 不用在我店铺买都可以 你们就去想在哪买就在哪买 但是真的要试一下好不好 拜托拜托 好刚才说了好几个贵的是不是 下面我们来说一个就是清明一点的 慢单的卸妆湿巾 这个卸妆湿巾 我真的是从18年的夏天一直用到了现在 就卸妆湿巾这个产品 我没有换过任何其他的 而且被我安利了 他的人用过之后都说好用 我这个已经空了无数核无数包了 然后我这个是为了空瓶器 特意留了一个 我拿这个 里面有的给你们说 它的外壳就是这样子的 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卸妆湿巾 我最怕它里面的卸妆液不够多 用起来跟干搓一样 但是它非常的湿润 在皮肤上擦起来是比较温和的 刚才我那个卸欧莱雅粉底液 就是用的它 它的卸妆力也很好 像我平时我所有进行的 这个嘴部的口红湿色 还有手臂的各种什么眼线笔啊 眉笔啊 都是用它来卸的 卸得非常的快 它不是封好多种颜色吗 我所有颜色都用后 使用起来没有任何区别 你们就随便买就行 接下来是这个 迪马森斯的点豆笔 迪马森斯它本身是德国的 一个医学级的专业护肤品牌 它家呀几乎都是针对油皮 豆肌这种功效性都比较强 那这个它最大的功能 就是紧急去豆 效果很奏效 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它里面是这种滚珠型的设计 所以它非常方便随身携带 然后你没事的时候 就在豆豆上滚两下 而且它的液体是透明无色的 所以你即使擦着出门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它的配方是果酸 加水洋酸 加中乳香酸 就是这种复合酸的配方呢 是比较猛的 但是你只要对酸耐受 它的去豆以及淡化护硬的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我的使用方法 我之前也说过 我除了平时拿出来滚一滚 我还会在睡前厚一点的一坨 敷在豆豆上 然后第二天起来 豆豆就平掉了 总之这个我非常推荐 给长豆豆的姐妹们 下面让我们听着这声音 猜一下下一产品是什么呢 是不是有点像麻将的声音啊 三瓶 雅士兰黛的高能小宗瓶 我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 之所以空了这么多瓶 不仅仅是因为它好用 也是因为它用得很快 因为它这一瓶才20毫升 你看人家20毫升 这么细细的一支 你也是20毫升 就非要搞这么大一坨 好这个高能小宗瓶 之前也给你们讲过了 它的功效就是急救 快速解决 一副的危炎症 进行一个高效的修复 它跟雅士兰黛的小宗瓶比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小宗瓶是那种日常维稳抗老的 但是高能小宗瓶 你听名字也知道吗 高能 就它的浓度啊 各方面会要更强烈 更猛一些 特别适合用来急救 它里面的质地是那种精华乳的质地 然后使用感对于我们混油皮还是蛮舒服的 抹完之后脸上是哑光的 我说下啊 这三瓶 只有一瓶是当时合作品牌记的 然后其他两瓶都是我自己买的 当时那个视频里面有看到效果非常明显 当时我自己有点被惊到了 就是我脸上的一些痘痘的泛红啊 还有起的那些痘痘 在很快的几天内就消下去了 还有皮肤的水润度也有增加 然后摸起来也光滑很多 所以就是用它就会有一种上瘾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说这个 雅诗兰黛他们家最有名的这个明星单品 小中品 小中品也是我那时候大学毕业之后 买的第一瓶比较大牌的精华 我后来又在用回它的时候 我真的是内心不禁的感叹 明星单品果然就是明星单品 我天哪 我觉得这期视频 雅诗兰黛给我打点钱都不合适 开玩笑啊开玩笑 保湿效果也好 修护效果也不错 抗老效果也有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产品 它一时卖的好 可能是营销的好 但是如果它真的是长年都卖的很好 口碑也好的话 确确实实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好这个是我用空的一罐OLE的A纯身体乳 它里面的成分主要是烟纤胺和适黄唇 它是可以抚平身体的一些细纹 这个的使用感还是蛮好的 就是它在身上不粘不闷 然后保湿效果也是有的 我记得我当时刚擦它的时候 是有被大老先生表扬说 身体香香的 它刚擦上去的时候 可能就是它没把口香糖的气味有点重 第二天皮肤就会悠悠透出那种 很干净的清香 所以这个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下面这个是歌颜式的高保湿面霜 我记得我去年双十一清单有推荐过它 那今年空瓶我就简单说一下 它的宣传是说比较适合干皮 但是我毁油用着完全无压力 因为它的使用感很好啊 一点都不粘不油 然后保湿力也蛮强的 只有这个东西它还挺专一的 它就是保湿 它没有宣传自己什么美白啊 抗老啊 修护啊 它就是保湿 但是你们也不要就是 瞧不上人家功能这么单一 因为皮肤的大多数问题都是由缺水产生的 你一旦保湿了 你水分补充足了 你其他的那些问题都能随之解决或者是改善 下面是这个娇兰的地黄风日霜 不知道你们还没有印象 这个还是我去年的公关开箱品牌送的 但是这一罐我已经空了 所以来跟你们分享使用感受 这款面霜好像一共有三种不同的质地吧 我用的这个是针对油皮的 这个面霜我对它最大的印象就是 它虽然是针对油皮的面霜 但是它的营养成分保湿力啊什么的都还是挺足够的 但是它的使用感又是好的 是不油的 因为很多那种啊 适合油皮针对油皮的面霜 一擦一个寂寞 里面就是过于追求使用感而导致营养成分不够的感觉 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 它把使用感和营养成分结合的很好 然后它的主打成分是这个娇兰独有的黑蜂蜂蜜和浓脆蜂黄浆 说是滋养的同时还能帮助皮肤增强抵抗力 用空的两瓶Eastin的抗老防晒水 这也是Eastin他们家卖的很好的一款防晒 然后它会比那个蓝色瓶子的防晒水 应该是价格要贵一点点吧 然后成分上会高端一丢丢 就是它里面有抗老精华的成分 官方是说它在防晒的同时有一定抗老的作用 然后它的使用感呢 我个人觉得它会比防晒水要稍微润一点 就是防晒水会更清爽 这个呢会滋润一点点 它们两个的使用效果都没得说都很好 爱杜莎睫毛打底 通常睫毛膏我们不是用空的 而是它干掉了 但是这个是我真真切切用空了 因为每天都在用 这个是他们以前的老包装 现在的包装是这个纯黑色的 好了 这个我不多说了 因为之前你们那期应该也看了吧 那个红茶妆就是和自生堂合作的 里面就是真情实感的猛夸了这个睫毛打底 而且我还扬言我双十一要囤一百只 爱杜莎睫毛打底 双十一我要囤一百只 买就对了 临时决定再加一个东西 就是我一开始没有想说的 因为空瓶空瓶都是想着护肤瓶 结果我刚刚去卫生间上了一个厕所 我发现我的美瞳也空瓶了很多个 空盒对 应该是空盒 一个是之前已经给你们讲过的 这个抽抽的美瞳 它一共四个颜色我都有 我手里的这些 跟上次给你们展示的那些都已经不是一盒了 这个是后来又买的 你们不是好多人问双十一 护肤清淡那期带的美瞳是什么吗 就是那个蓝色的 是不是特别好看 就特别的清透水灵 然后我今天带的是 这个粉色的 给你们看一下 它没有粉的很明显 有一点偏紫的粉 这四个颜色的美瞳 我平时的 不论是分享视频 还是妆教 都经常带 我之所以带的这么频繁 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就是自然很清透 但是我觉得 他们家的这款美瞳也不适合素颜带 也是适合带妆的 因为它的直径不够大 它的直径是14.2 但是化妆带就特别好看 而且四个颜色可以满足我不同的妆面需求 下面要介绍一个新的美瞳 也是我最近带的非常多 然后被你们经常问的 今天我终于要老老实实交代了 安慕童 色号是唐纳兹 我给你们说 我最近没几些都有带 红茶妆 然后那个居静衣同款眼妆 那个什么索菲亚那期购物分享 也是带着它 但是我要先说一下 它不是适合所有人 因为它的直径很大 它的直径有14.4 这是目前我手上直径最大的美瞳 我戴14.4这是极限了 我戴14.5的就有点过于大了 就有点土了 你们仔细看 它外面有一圈深一点的棕色 然后里面颜色是不一样的 它是有一点这种简单的花纹的 有这种外圈内圈的深浅层次变化的 然后特别显温柔 如果你的眼睛是属于比较小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带14.4的 就可能会有点不太好看 就至少不比我的小吧 我觉得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空瓶剂 本期说的所有的内容呢 都是我个人的使用感受 如果大家跟我用同样的产品 有不同的使用感受的话 欢迎在弹幕 我现在说是不是已经晚了 视频都结束了 谁还返回去发弹幕啊 当我没说 你们也可以趁这次双十一 看有没有适合你们肤质 符合你们需求的产品可以入 理性种草 激情转发 那我们 下期再见 拜拜